我们这个课程,十几二十年在香港做什么呢? 我们其实主要是做一些Healing, 让你的生命可以由这条线回到上面那条线, 行不行? 用什么技巧我们不长提了, 总之就是,简单让你明白的就是, 我在2004年上课的时候, 我的能力是在这里的, 每一年我生命的疗愈、主理这些东西, 让我在这个爱的能力里面, 我一年就高过一年, 一年就高过一年, 所以有些同学可能每年偶尔都会见我一次, 你可能会发现我今天的频率是比上一次高的, 因为持续在这个路里面你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所以当我假设我处理了我那个无价值的伤痛, 那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很清楚的例子, 大约8年前, 8年前我都是在治疗着, 还有很多核心的伤痛价值未处理的, 那次我的家, 我自己把路搬了一些傢俬, 我就想游过, 想挂一些铁通做一些partition, 在现在买了几条铁通, 挂到上去忽然死了, 太长了, 太长了就要铁, 在家打开工具箱就发现有铁, 但是铁齿和胶就断了, 即是我不可以拿着铁, 那怎样呢? 因为那条尺寸很幼, 总是那些空心来的, 很脆很薄的那些, 我想不要紧了, 我就很细心地, 用两只手指黏住那条铁板, 铁片, 我用了一个小时, 就拿着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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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句话说, 神的, 一秒点就跟你铁铁铁铁铁, 他一时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呢, 他就很帅, 我突然气了, 我生氣的不是生氣我的方法錯 我生氣我為何真的看不到這個可能性 我完全看不到是可以找人幫忙 那我知道我仆街了 我從小到大我的program 已經被打壓到求人不如求己 靈要人扶我莫要我扶人 去到入骨的 我完全發現我是極少會問人幫忙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委曲求全低聲下氣 因為從小到大實在太多的情景 看著媽媽要去問人借錢 所以在我未療癒之前 我是絕對不會求人的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的 就算你來幫我我都會退開 但是不斷療癒現在就好很多了 現在我知道我可以很有意識 抓到自己的program又來了 然後轉化給人幫忙 所以現在我很多事情都可以找人幫忙 我想告訴你 首先它是把我們很多這些事情不斷解除 這樣就一邊升一邊升上去 OK 當你一邊升 就會出現一個很重要的不一樣 就是我突然醒了 扶你這個街 原來吸引力法則 並不是在下面要我很用力地提供我的頻率 令到我很強的能量 然後吸回來 是當我所有的垃圾不見了之後怎樣 那我自然就是愛了 我想要就來的了 還有我不用吸的 這個BB 他跌在地上 你覺得他需要很強力觀賞 有人抱我 有人抱我才抱我嗎 是不用的 那些人就會搶著你抱他 是你只要在天真無邪的頻率 你的生命註定是被愛的 是註定會有人幫忙的 你的生命註定是輕易舉的 這個BB你覺得他要觀賞 觀賞貴奶奶奶 他媽媽才給我兩滴奶喝 他沒有那麼變態 然後就來的了 我突然發現 oh shit 原來我以前很用力地在這邊 有沒有效果 有 如果我不覺知我的傷痛 那當然就很用力 如果我覺知的 一路處理 但原來我突然發現 當我不斷處理我愛的療癒 我的頻率越來越在上面 我突然發現 其實有幾個明顯的變化 在下面我想告訴你 我是十多年前入行 我2003年開始自己不再打工 開始做這些訓練 那段時間我都會做很多 Marketing的Promotion 譬如印很多的卡片 做些訪問 跟一般人來說想招生意 但是我聽到 當我去到上面那條線 我大約八年前 我都五印卡片 因為生意是自己來的 我不做任何宣傳的 是工作自己來的 當我的能量一路一路回到 我就會發現 我原來需要做的是 我要將那個先後次序調轉 我首先要去選擇 記得回 This is who I am 這個才是真的我 然後我願意去處理 任何阻礙我 回到上面的相同 而同時我再用這個頻率 那就差很遠了